介绍,来,这位我来介绍一下,是来自大连的于凯君 小鱼儿,你好 小鱼儿,我特别喜欢你那个坏坏的样子,你知道吗 我从小看着你的电视长大的 其实凯君的妈妈也是小智的粉丝 哎呦,阿姨,你不要一直偷描小智嘛 你先鼓励一下那个凯君好不好 他的妈妈非常支持他 但是我呢不太支持 我这个走特的道路呢,是非常渺茫的 这个硬材机制,不可能能走下去 可是今天呢,这个天下无双节目呢 烂幕呢,选择了他 我们全家非常高兴 也感谢二位今天,百忙之中,逛丽 这里 谢谢,谢谢叔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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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好好好 我爸爸很喜欢你,知道吗 他是假借,要来抱我这个其次下抱你 哎呦,谢谢谢谢,好可爱啊 谢谢叔叔阿姨 接下来这一位的模仿者是来自甘肃的季锐,欢迎你 大家好,欢迎你 他的父亲一直觉得天下无双请他来模仿你是个骗局 二十多年来他在家我没听他唱一首歌 但是这一次他又打电话 爸,天津卫视天下无双节目邀请我和林志英去同台唱歌 哎呀,我说那可能嘛 一定是遇上骗子了 证实了这个事以后 我说你把你的歌发过来 我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你到底会唱歌不会唱歌 我还叫了我们学校三个音乐老师来 哎呦,这个夫妻真是 他们说唱得还挺不错的 现在相信了吗 现在相信了 但是他到底唱得怎么样 我还是有些疑问 站在这儿,能和小智一块唱歌 这就证明了自己 所以证明给我爸爸看 老爸,看好了 哇,好棒啊 好,小智,我们来认识一下第五位 这位是来自辽宁的王德龙 欢迎你 大家好 听说他因为爱唱歌 喜欢K歌 令到他太太对他非常有意见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候我特别喜欢K歌 尤其K小智的歌 那个时候我跟朋友去K歌的时候 我太太正好是生孩子做满月的时候 玩了特别久 那个时候跟我太太自己能到家里边 回家也是比较晚了 所以说非常生气 今天有太太也来到现在 今天太太也来了 哇,亲友团 我老公是一个K歌达人 在我心目中他永远是K歌之王 但小智,你真的好帅 小智,我也想拥抱一下,可以吗 我听说是K歌达人 我听说是K歌的 我听说是K歌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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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说是K歌的